物質的Receptor就是接收器 然後呢跟大腦是差不多的 再一個 當這些大腦接收器鋪起來 整個鋪開你知道有多大嗎 它有七個足球場這麼大 你想想看 我們人體有一個地方 它可以鋪開來 有七個足球場這麼大的 神經傳導的接收器 這個地方不是中樞是哪裡是中樞啊 大腦怎麼鋪也不可能鋪七個足球場這麼大 對不對 所以呢問題應該是在胃好像也沒錯 然後呢另外呢 95%的Serotonin是在這個我們的腸道裡面發現的 那你知道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精神科的用藥 跟Serotonin的Receptor是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呢 Serotonin呢他們認為跟這個像Altizen是有相關的 這個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剛剛講皮可能跟Altizen有很大的關係 那會跟這個ADHD是有相關的 我們已經做出來了 但很抱歉我不能跟你說Altizen一定跟皮有關係 我只是說用這張推論推到說跟皮有關係 也許各位我相信你們在座的可能也有醫療方面的專業 或是其他方面的專業 你們可以繼續做研究 我這次來美國很希望把我的東西 像我前兩天跟中醫師演講 我就說我把我的東西通通毫無保留的給你們 接下來看你們的 因為這裡加州的小孩需要你們 我一個人沒有辦法幫這麼多人 OK 下一個 好 那在我們的結論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認為胃熱跟ADHD有關係 好 那另外對Altizen來說呢 我認為跟皮有關係 那這個所謂的胃熱 大家不要我剛剛一再強調 千萬不要認為說好他熱我就給他冷的東西 千萬不要這樣做 因為那個牽涉到所謂的這個胃火要往下降 它是一個一個升降的契機的問題 它是因為我們中醫講所謂的像火不降的關係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那個升降契機的問題 你升降契機處理好的時候 它就比較和諧了 那換句話說舉例來說 比如說我一個自來水管 水管我發現打開怎麼沒有水 水龍頭沒有水 那你不能說 這個我就處理這邊 這個水管可能不通 我這邊通通就好 可能它其實是自來水種場的問題 OK 所以我們想問題不要想單單表面上的 那至於說你說真醫師這麼複雜 我知道很困難啊 我幹嘛想這些 對不對你不要想這些 這些事情交給中醫師去想 中醫師責任就是要把我們的這個基準 這個裡面的問題想清楚 到底是皮身胃醬是哪邊出問題了 到底是心腎香蕉哪邊出問題了 到底是肺的像火哪邊出問題了 我們處理就好了 你們就處理 接下來要講的 到底要給小孩吃什麼 如果是皮胃的問題 食療永遠大於藥物 OK 好 那第二個 就是說呢 剛剛你這個 我們發現呢 如果胃熱呢 事實上它會造成 它是一個一個trigger sensor 它會造成進一步的心腎不交 就是腎水沒辦法往上 心火沒辦法下來 好 好 然後呢 另外呢 它也會 我們剛剛講的嘛 我們的五臟跟我們的五官 是有關聯的 當你的五臟出現問題的時候 請問五官要不要出現問題 當然會 是不是 就是 所以你就make sense 就很清楚的知道 原來我們ADHD就是這樣造成的 我非常清楚的把它的原因 什麼都搞得很清楚了 跟你西醫搞了半天說 欸 它是inertation 幾個quiteria 打勾打勾打勾 那個是不一樣的喔 好 那個是不一樣的喔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發現這些所謂ADHD 或是autism 我們叫它做頭腦近視 所以 你不用管它 什麼診斷 確切的診斷 是亞瑟伯和autism 還是ADHD 通通不要管 只要管它的脾胃 OK 好 接下來 大家聽得還清楚喔 那我現在呢 希望就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們其實呢 現在在錄影 這個Dr. Zen 的講座 希望呢 把它放到YouTube 如果你們 沒有 不是 不然 不是